山水蒙,我们继续64挂 前面说了水山减 水在上,山在下 现在上下挂颠倒一下 而不是我们说过的 整个挂颠倒 那叫棕挂 就是我站在这看你 你看我 位置上下击不一样 这个是我变成你 你变成我 两个挂 换一下 才叫将心比心 不是说我想一想 你可能会怎么样 那你根本就不够用心 什么叫将心比心 高山流水相知音 我们 这也是相生之事物 出生之后 然后就会经历一个 漫长的学习过程 这个期间会懵懂 懵懵大 就要求学 所以挂告诉你 这个阶段 你像一个小孩子 要怎么办呢 主动的去学 而不是让别人教 现在家长老师 完全是相反 你可以调动孩子 积极性 但他学的不想学 你再教也没用 而且 说 你问我 我告诉你 一遍可以 三遍 就亵游了 就亵游了 所以 反复问同样的问题 那我就不告诉你 自己想办法 这样做才对 那么出六遥 就是说 你刚刚开始 还很小 给你讲些例子 前人的经验 发人深行 是可以的 但是你亲自 去做 还不到时候 一定出问题 老老实实地带着 那九二呢 居然都可以娶媳妇 我们知道 古代这个 女子 二妻 十四男子 二八十六 就可以结婚了 那这个也象征着 任何事物的 这个阶段 阴妖遇到了 九二这个养妖 是可以娶媳妇的 因为九二 尚有相应 然后 因为 中正的位 可以 先承加后利应 这才是符合 整个的 顺序 那么六三 就是说 这个时候 就不能取了 也不能降了 因为阴要在上 阴要在下 阴克阳 而不是像前面一样 有阳 称托阴 而且它 硬的是最高的 这个摇 它下边 还驾驭这个小 所以这个女人 或者这个小孩子 甚至老师 都是不可取的 是很物质的 它中间又有三个阴摇 经过这个阶段 那么六四呢 就真的很萌了 不管你是当老师 当学生 或者其他事情 的这个阶段 那么它在阴谣的中间 一片黑暗 看不到报名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你就熬吧 苦难无救嘛 没办法了 就想想前挂 坤挂 这个阶段 该怎么办 那导致这个过程 也是必然的 人学到一定程度 他都会遇到平静 那么六五就好了 虽然你还是萌 但是你站在这个位置 你虚心向别人请教 站在高位 还可以不止下位 你做的是非常好 因为要学习嘛 所以学习就要这个态度 上几活 不利 为扣 利欲扣 其实跟初六一样 还是高敏 还是高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